那么俄乌战争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状况 战事呈胶着状态 俄罗斯肯定不能一口吃下乌克兰 而且越打越吃力 乌克兰当然也没有这能力 把俄罗斯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彻底的驱逐出它的边境 那更不用说收回原来失去的克里米亚 以及现在已经失去控制的它的东部两个共和国 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才足以让中国改变目前的立场呢 这里面有多种可能 今天我也看到德国之声采访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CSIS就是这个著名的智库 在美国占领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格莱伊·伯尼·格里斯 他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解释 我认为还是比较有洞见的 那会是什么呢 比如说俄罗斯人如果开始使用化学生物武器 甚至是核武器 那将真正导致中国人 尤其是中共最高层 重新考虑与莫斯科如此紧密相连的坏处 当然他们现在中方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尴尬不舒服的位置 但是如果发展到刚才说的这种地步 那中方就必须做出一些选择 所以这是第一种可能 就是俄军打得太过分了 动用了化学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 那这个恐怕就是危及整个人类的安全 为人类的人文底线所不容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还不和他切割 那你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反人类的状况了 那和当年的德一日法西斯简直是如出一辙了 那当年日本在沈阳使用731部队做人体实验 我们也没看到德国和意大利谴责嘛 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 中方一定要做出抉择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有 那就是习近平和拜登不是已经搞了一次对话了吗 那后面可能有更多的对话 在时间形势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拜登和习近平达成一些共识 那是啥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纷争 这种对立的态势会进行多久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必须停止 必须结束 如果他俩能有这样一种共识 那可能也会导致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呈现一个180度大转弯的情况 因为到时候任何事情都是权衡利弊 习近平也懂得两害相权取其心的道理 如果到时候他和拜登达成了一支意见 但是和普京不切割的话 那就是彻底得罪了美国 他会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能会和普京做某种程度的隔链 这种可能是有的 那第三条道路呢 当然就是美国和欧洲联手 让北京清楚 如果你和莫斯科站得太近 就等于和欧洲加美国截然的对立 欧洲和美国将会对中国进行二级制裁 那这样的话 中国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就非常尴尬 为什么 俄罗斯从贸易和经济上来讲 和中国的体量是没法比的 在中国眼里 在习近平眼里 俄罗斯和普京更多的是有他的安全意义 在安全这个议题上 普京和俄罗斯的作用对中国是明显的 但是在经济上 它的作用是不明显的 比欧美加起来要差的太多了 那之所以中方目前为止一直坚持 不谴责普京的侵略 不谴责俄罗斯 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安全这张牌 但是当安全和贸易这两张牌 同时摇摇欲追的时候 那就是当欧美同时发出声音 要制裁中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中方应该能做出让步 那当然格拉尔也谈到了 中国扮演调解人合不合适 这里他认为不合适 为啥呢 调解方应该是一个没有厉害关系的角色 这个很明显就跟法院判案子似的 这个原告被告和法官之间 你不能有过深的利益勾连 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当法官 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里面 他不是中立的 他有非常强烈的利益 去希望俄罗斯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被削弱 就是他不想俄罗斯被战败 说清楚一点就是这样 他希望看到保护俄罗斯重要利益的这样一个效果 他也不希望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习和普京本人也好 还是中俄两国在国家利益上也好 进行了这些勾连这些勾兑都富足东流 所以中国不是一个中立方 他不适合做调解人员 当然了他也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 中国习近平和普京之间不能有任何的互动呢 倒也未必 如果是习近平和普京进行私人对话 鼓励普京多搞谈判 不要紧紧依靠军事手段 去从肉体上 从地盘上消灭乌克兰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达成或明或暗 或长或久的一些停火 取得一些谈判效果 所以这一点呢 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中国会不会这么做 不一定 除了中国以外 有没有别人能够担任这种角色呢 可能有 比如说以色列 格莱尔就认为以色列更有能力 更适合发挥这样的作用 因为以色列和俄国和乌克兰 他都没有过多的瓜葛 他适合做中间的这么一种调节的功能 那俄乌战争目前达到现在 对台湾问题有什么启示 这个话题太大 我们今天只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 乌克兰的抵抗 可以鼓舞台湾 争取自身权益 保护自己利益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这证明 即使一个国家拥有非常强大的常规军事优势 比如说俄罗斯对乌克兰 但也不意味着你能轻易获得胜利 那对台湾来说 他们应该吸取教训 需要准备民间抵抗 什么叫民间抵抗 那就是全民皆兵 实在打不动了 老婆孩子都上 一人发杆枪 台湾并没有像乌克兰那样的领土防卫力量 所以这方面台湾在进行战备动员 在进行全民的准备方面 比乌克兰要差 他没有发展出一支民间的防御力量 这是他的劣势 那中国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两个 第一 中国原来的期待是东升西降 我们牛逼了 美国欧洲不行了 很老朽 很不行 但是现在看起来 乌克兰战争最大的一个结果 就是让美国和欧洲彻底团结了起来 团结起来力量还很大 这恐怕会颠覆这之前 中国所做出的一厢情愿的判断 那就是欧美不行了 欧美联盟也不存在了 就由我来各个击破开始搞 那这个判断跟目前的情况是不相符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一次美国并没有和北约 并没有直接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 所以中国的有些专家又开始推论 实际上每次遇到历史的关键时刻 有些动荡 中方都以为 中方将赢在最后 中国是最后的赢家 这种理乱 习近平是败了 他是某种程度是买账的 这是为什么他得出了 这个东升西降 要搞战狼外交 要怼怼怼 斗争斗争再斗争 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乌克兰和台湾还真的不一样 拜登总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 开始之前就说了 如果俄罗斯入侵 美国不会在军事上参与这场战争 但是作为台湾这个问题来讲 背景美国有台湾关系法 为什么美国和北约不能参与这个乌克兰战争 那是与法无据吗 你不是北约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问题与法有据 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参与这场战争 这是中方可能会产生误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现代战争就像何老板在很多推特里说的 战争只要起来 不管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 都是历史的牺牲品 为什么 就算你赢了 你也已经脱离于时代了 这个时代真正想让别的国家服从自己的利益 有本事你去谈判 你用外交经济 文化各个方面 这个因素予以影响 叫中国以前这个孙子兵话也说 叫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工程 工程之法为不得已 这孙子兵法谋工篇里边 说的特别清楚 应用到当今这个时代 也是正确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得low到什么程度 他得这个 与时代脱节到什么程度 还老想着用兵 用武器 大炮 坦克 去解决国家利益的问题 所以 在这样一个时候 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打到目前这个份上的时候 当然中方也在仔细的观察 去揣测 美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来 参与这场战争 那目前 我看这个坐标系 这个衡量的砝码 要做些改变 人家不一定非得 亲自派员参加 就凭现在的军事援助 以及各方面的封锁 对侵略方进行惩罚 那就足以改变市场的格局 所以这一点 我估计 如果习近平和中共的最高层 能看明白的话 他们就会暂时放下 要武统台湾的这样一个调门 因为你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 那不但 人家乌克兰的老百姓 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400多万人成为了难民 俄罗斯自己人也不痛快 很多俄罗斯人也逃离了他的国家 因为他知道再不逃 国内就开始竖反了 国内就开始要内部做整数了 因为侵略者最大的特长是 打不赢的话 他为了争面子 他为了那张脸 他就要把责任推给国内的 某些派别某些分子 普京不是在演讲面说了吗 我要把那些人渣 卖国贼都给他揪出来 你看谁是人渣 谁是卖国贼 你就是人渣 你就是卖国贼 但他们不这么干 他们肯定会千方百计的 调动群众斗群众 把俄罗斯本土也折腾个六够 这才能满足他为战争失败 找替罪羊的这样一个愿望 他们必须这么做 这都是独裁者手册里面 必备的一些权谋和技法 那这一点上 中国人 俄罗斯人 哪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一样 过正常生活 不管你是小粉红 还是愤青 总不希望身家性命 都抛在这上头 中国有些人 有些专家提出一些 特别不糟调的一些理论 比如说有个叫什么 朱成虎的 朱成虎这人是朱德的孙子 朱成虎归根结底 还是朱 他提出一理论就是 当将到时候解放台湾的时候 中国可以搞焦土战略 可以牺牲 西安以东 所有的城市 大家算算 看看地图 西安以东 城市可多了去了 上海也西安以东 南京也西安以东 大连 北京也西安以东 都牺牲掉 我也要拿回台湾 只有这种战争贩子 战争狂 变态狂 他们才会把这个 真当成一种策略 向上顶 让老大听他的 否则的话 我们只能认为是吃人说梦 这种论调 基本上在任何国家 在任何文化里面 都是应该被鞭挞 被谴责的 那现在整个战况的局势 侵略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 基辅 马里乌布尔和哈尔科夫 都发生了激战 与此同时 逃难的乌克兰的难民数量 也在不断的增多 双方都在加紧使用最心 最狠 最具杀伤的一些武器 比如说俄军今天就号称 又发射了一枚超高音速导弹 这个导弹叫匕首型的 它击中了一座乌军的游库 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第二次宣称 发射了这种最先进的 超高音速导弹 目前为止 这种武器只在俄罗斯的 演习中动用过 据俄国军方说 咱也不知道真假 说的跟真的似的 说这种导弹匕首 可以击中2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据称美国部署在欧洲的防空系统 对这种导弹也无能为力 普京更说 开始吹牛 不打草稿 说这种导弹是无法战胜的 它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N倍 最高时速可达6000公里 当然关于这样的信息 美国的军事专家 我看了纽约时报 还有布隆伯格相关的媒体 他们报道了 说即使俄军使用这种武器 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 这样这个战场的一个形态 和基本走向 那目前的情况看 俄罗斯是越打越打不动了 而且俄罗斯的高级将领 已经战死了4位 这个比例特别高 那为什么呢 当然了 这和俄罗斯的军队 比如说从苏联时代以来 二战的时候 苏联就有这样一个传统 它的高级军官 喜欢身先士卒 深入敌前 在前面领着大家稿 这是一个原因 但更可能的原因 是俄军的通讯 被美军的电子的征收能力 完全掌握 那基本上就是 天空是美军的电子侦察 把所有的信息都搞到了 指挥地面的乌克兰部队 所以一打一个准 他们及时把俄军指挥所的 坐标信息传给乌军 所以才导致了命中率这么高 当然市场的战况 战场的情况错综复杂 正是因为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 侦察能力 结合乌克兰地面的部队 熟悉当地地形 地面情况的优势 才把俄军打得找不找北 这样也恰恰刺激了俄军 以及狂人普京 用更凶残的手段来对付乌克兰 你看他我刚才说了 他不是用这个超音速飞弹吗 他们炸了很多的平民 这也是俄罗斯人常用的一种手法 那就是我用高科技手段 如果对付不了你 那我就狂轰乱炸 通过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逼迫对方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 他们使用的是这种人质方法 就是以牺牲普通百姓 普通平民的生命为代价 来逼迫对方投降 这种方式有没有效果呢 有 这也是为什么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 谈了又谈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是来自纽约时报 他们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 很可能最近达成一个意向 就若干重要的一些要点 达成一致 但我对这种谈判 谈来谈去 各种各样的风声 各种各样的揣测 说白了 我觉得都是临时的 这种动态平衡是极其脆弱的 因为啥 不是只有你俄罗斯 有这个超音速导弹 能够人不分老幼 地不分南美 一通狂轰滥炸 乌克兰有手段 就在下周 恐怕三五天之内 乌克兰就又会接收一大批 美式最先进的武器 这里面包括标枪导弹 包括毒风毒刺 地对空导弹 这里我们也要给我们观众里面 军事迷交流一个特别棒的信息 就这一次 为什么乌克兰能打得这么成功 美国标枪反坦克导弹 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一 但它还不是最牛的 最牛的是英国提供的叫NLAW 这种反坦克导弹 这种导弹是当年英国的军队 自己搞不定了 委托瑞典的一家公司研发的 它的特点是急发急气 就是打完以后就可以扔了 不像标枪导弹 你打完以后还得扛着发射筒 一通狂跑 得换地方 而且这种NLAW 它可以肩扛式的一次性 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单兵作战的 反坦克武器 而且这种导弹非常轻便 长度只有一米 价格也更便宜 标枪 美国的标枪导弹 一套重量有23公斤 扛在肩上还是挺沉的 但是NLAW重量只有12.5公斤 几乎只有标枪导弹重量的一半 另外标枪导弹发射器成本12.6万美元 一枚导弹就要8万美元 就这意思吧 你打一枚导弹用标枪 一辆奥迪车没了 但是NLAW导弹一整套才需要3万2000美元 所以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 更重要的是它用完就扔 非常有利于单兵作战的时候 灵活机动 躲避对方的报复 躲避对方追来的这种炮火 那么这种NLAW导弹 还特别牛的一点 是它使用的是叫预测瞄准线技术 就是你只要瞄准了 扣动扳机 两到三秒只需要 然后导弹上的电脑 就会自动引导导弹分行 精准的自动跟踪 瞄准运动中的目标 直到最后击中 这是为什么这种导弹 经过简单的培训 不光是军队 平民都可以使用 这是为什么 如果英国大量的提供 这种导弹给乌克兰的话 那在地面上 俄军就占不到丝毫的优势 因为这个东西打坦克 一打一个准 而且它直接命中坦克 最上头的驾驶盖 一下就把地盖给掀了 百发百中 非常的灵敏 所以俄罗斯 乌克兰 谈归谈 泽林斯基 心里也有底 那就是拖下去 对我有利 对你没利 我只要欧美的这些 高精尖的武器 源源到位 我一定能在战场上 搞定你 或许都能把原来 失去的克里米亚 收回来 都不是没这种可能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